人氣話題來看到 您看過柑橘類水果的果肉 是黑紅色的嗎 有學生在食物銀行 拿了一顆柑橘類水果回家 剝開來之後發現 果肉竟然是黑的 嚇得他在網路上發文詢問 這真的能吃嗎 網友看了也是滿頭問號 笑說這個是惡魔果實霸 我們記者實際詢問 水果量販業者 老闆說這個叫做寫成 酸度低甜度高 因為產自國外 在台灣確實很少見 成堆的橘子柳橘 剝開來橘橘色果肉多汁飽滿 但這種顏色的果肉 你看過嗎 又紅又黑 就像被人打到翁翅 切開來還以為水果發霉了 民眾帶回家品嘗 真的嚇傻了 上網發問 這是紫色的橘子嗎 這樣真的能吃嗎 還有人以為橘子流血了 還是它是葡萄口味的 看起來更像惡魔果實 被視線告知當然 會覺得很奇怪 對水果接受度還蠻高的 我會嘗試的 水果沒有黑色的吧 對不對 一般會呈現黑色的話 應該就是不新鮮 顏色會非常的深跟血一樣 所以有人叫它血塵 比較少會看到 吃起來一樣 跟進口柳丁差不多啦 一般市面上真的很少見 其實它叫做血塵 源自於歐洲 台灣稱它為紅肉柳橙 引進國外品種栽培 因為果肉帶花青素 才會呈現鮮紫色 含酸量低 糖度高 口感跟葡萄柚有點像 維生素C含量 是比一般的柑橘類來的高 那甚至含有柑橘類 很少見的花青素 抗氧化能力很強的 一種水果來源 除了寫成台灣其實還有這種 奇異莓 又稱小奇異果 是紐西蘭新品種 而白草莓則是從日本紅到台灣 口感和一般草莓差不多 刺角瓜則比較少見 產於非洲 口感就像黃瓜 特殊的水果種類 或許長相不太討喜 但吃下去的滋味 可能會被塌 今夜到台北綜合報導